这几位将角色眼活的老戏骨 没想到却给生活带来一些影响 第一位 左大斌 左大斌因86版《西游记》中的观音一角走红 由于他出演的观音慈眉善目 让观众直呼太像了 因此他的画像被千家万户供奉 直到现在上街有人看见他还向他下跪 第二位 王卫国 王卫国是国家一级演员 而他出演的《西游记》中《玉皇大帝一角》 成功地把观众带入角色中 之后谈到玉帝 人们不由自主地浮现王卫国的样子 更可笑的是他的画像竟然出现在了名币上 第三位 陈小旭 林黛玉饰演的陈小旭最是深入人心 拍完《红楼梦》之后的几年 陈小旭一直从角色中走不出来 觉得自己就是为林妹妹而生 一生也把自己活成林妹妹 年纪轻轻就皈依佛门 三年后不幸离世 第四位 李明启 李明启出道几十年 一直没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却在他62岁时应 还珠蓉嬷嬷一角爆火 由于李明启老师演技太好 观众错把剧中人物上升到真人 对李明启做出很多过分的事情 导致李明启老师 在之后的几年都很少出门 第五位 冯远征 冯远征在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担任男主角 演绎了一个有心理问题的暴力倾向者 因角色演绎得太逼真 冯远征正在饭店吃饭无缘无故被打 朋友还交代冯远征没事不要出来瞎晃悠 可见已经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 第六位 张金来 张金来因出演《西游记》孙悟空一讲 可谓是火遍全球 后来张金来再也没能演过其他影视剧 可谓是吃了一辈子猴子饭 第七位 张国荣 陈凯歌的霸王别姬 哥哥的表演深深震撼所有人 剧中成蝶衣就是为张国荣量身定做的 将自己一生的经历都化成了成蝶衣 戏子身份 断秀感情 多愁善感的性格 风度翩翩的气质 都让观众分不清哪个是戏里 哪个又是戏外 你还知道哪些被戏左右人生的明星